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欢迎大家来到来省圣经宣导会 我们一起有敬拜神的时间 愉意用这首诗歌 一起安静我们的心 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高举里古老十家》 同今一礼 崇拜真神 与天上地下没有别美 能让我一生不知缺乏 并最终可得到拯救主的命 愿是最宝贵 歌举里古老十家 愿是人嘲笑 人舍弃 宝贵既好如今可高举 永药保佳 何无理 也只想说保佳 愿是inas d american 和 друга 不ぜ 求触导 меня 我们可受春后 subs希望 福生的愿 能让我一生不知缺乏 你最终可不到拯救 主的名 愿是罪宝贵 歌举你 古老十家 愿是人嘲笑 人舍弃 痛苦记号 如今可歌举 荣耀宝贵 何无你 殉慕你 敬奉你 殉慕你 各位亲爱的大影之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日崇拜 今天主日崇拜的题目是天过门徒的品德第19讲 请大家听我读一段经文 文数记第六章第22到27节 耀耀华晓语摩西说 你告诉阿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不是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愿耀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耀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耀华向你仰恋 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好 请你和我一起低头祈祷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其实这个经文是有口鼓的发现的 原来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就发现了一个海达夫恩乱古卷 这个口鼓的地方找到了两个小型的银制的古卷 大约是长一寸 很少的 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古城旁边 因乱子谷在那边就在教堂旁边找到这个口鼓的发现了 这些古卷大概是在公元前六七世六七世纪 当作是一个护身符 这个古卷上面就记载了刚才我们所读的文素记的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1979年 以色列的一个口鼓学家叫做Gabriel Brachey 他带着一个口鼓队在这地方发现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古卷真的很小 有两卷的 这两卷的古卷打开之后 就会看到有希伯来文字的经文 这个经文就是我们所读的 文素记的第六章22到27节 我们现在来看看文素记的第六章22到27节 这个文学上的结构是很漂亮的 我们来看看耶和华晓宇摩西说 接着六章23节 六章23节就是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这个就是A 相对于我也要祝福他们 他们是谁呢 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 那说什么呢 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这个就是B B就对是B'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那就是为以色列人祝福 对为以色列人祝福 好 现在二十四节是C 愿而华晓福给你保护你 就对C' 26节 愿而华向你仰恋 赐平安你 赐你平安 中间就是D 25节是愿而华使他的炼光照你 赐恩给你 在高潮 就是说这个祝福的核心 就是要华光照你 要赐恩 赐恩给你 可以看到就是A B C D 然后就是C B A A B C D 这样就是D的中间 所以这个是一个chiaetic 一个交错 一个对称的 一个symmetrical 一个这样的结构 好了 我们在这个祝福里面 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要摩西和亚伦 为百姓发出荣光的祝福 我们在说这个祝福 是带有荣光的 就是有神的荣光在当中 首先我们看这个荣光的祝福里面 有三说 哪一是三说 第一是耶稣说 曉耳摩西说 第二说就是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第三就是 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说说说说 为什么耶稣说 不直接对以色列人说 是要对摩西说 然后摩西是要对亚伦和儿子说 亚伦和儿子说 亚伦和儿子 那为什么不叫摩西 直接对以色列人祝福说 是要透过亚伦和儿子 对吧 所以这个祝福是有层次的了 有意义的 那我们看看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说 第一层次 就对摩西说 那摩西就对亚伦和儿子说 然后呢 亚伦和儿子对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祝福呢 所以这个祝福呢 是从耶稣那里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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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说过 神的祝福呢 要让摩西才得到 摩西才享受到神的祝福 摩西就将神的祝福 传给亚伦 他的哥哥和儿子 然后呢 亚伦和儿子 得到神的祝福之后 又要将祝福传给以色列人 那我就会问 为何上帝要有这样的层次呢 其实呢 是有这个预言性的 预表性的意义 因为这个是代表着 新弱的时候 天父就猜派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然后耶稣基督呢 就拣选他的门徒 而门徒和信徒们 就像阿伦和儿子 门徒结果子 大信主 这样就成为信徒 然后呢 门徒和信徒就一起 为这个世界 带来祝福 所以 天父将神的天气 天父将天上的福气 天国的所有恩赐福气 带给基督 基督将天父的福气 恩赐带给门徒和信徒 信徒和门徒呢 门徒和信徒呢 将神的福气呢 就带给这个世界 所以 荣光的祝福呢 是由天父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门徒 借着信徒 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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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给周围 所有 世人 这就是我们看到荣光祝福的山说 然后呢 第二呢 我们要看荣光祝福的三愿 第一愿 愿意说 赐福给你 保护你 第二 愿意说 使祂的炼光照你 赐恩给你 第三 愿意说 向你仰念 赐平安 赐你平安 赐你平安 一个就是向你仰念 又是向你仰念 又是赐平安 派你 六个动词 当然是分三个一组的 前面那三个就是 赐福 炼光照你 仰念 后面那三个 动词呢 就是保你 赐恩喀你 赐你平安 这三愿呢 第一 愿神赐福给你 就是第一愿 第二愿呢 就是愿神的炼光照你 第三愿呢 就是愿神向你仰念 那这三愿 那这三愿 那这三愿呢 又是陈赐 一个范围一个范围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神的祝福 啊 神的福 赐给你 这是第一愿 愿神的福呢 就是大范围的 大层次的 人人都得到最好 是不是 我们人都好 很想神的祝福 但是呢 不是每个呢 都有神的炼光照着你的 所以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呢 神的炼啊 神的面啊 不是每个人都见到神的面的 啊 那神的面光 神的面光呢 是可以 在神的祝福里面呢 是看着你啊 那第三呢 就更加紧要了 就是呢 神的面呢 特别呢 是 看着你 向着你 就是一个层次的层次 神的祝福 神的面光 跟着呢 神仰念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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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 就等于呢 我们见到光 人人都可以见到光 但不是每个人都感觉到热 是吧 你要走出去晒太阳 你要走到呢 沙滩 哎 感觉到热了 是吧 赤道的人 和北极的人 北极的人 虽然都见到神 太阳的光 但是没有那么热 但是赤道呢 近一点 就很热了 所以有光 不等于经历到热 但是呢 神 向你仰念呢 就等于呢 你拿个放大镜 将太阳的光 追焦 追到来之后呢 哇 在一点上呢 就非常高温了 就怎么 去将这些纸啊 烧起来了 这是什么呢 不得光 不得热 还有能量 就是有power 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呢 是看到神的光 啊 听到神的道 但是你未必经历到 神的热 是吧 但是有些人呢 听到神的道 看到神的光 跟着怎么样 很火热 很兴奋 是吧 这个呢 神的祝福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的 从听到 看到 未必经历到 是吧 但是呢 进一步 你经历神的祝福 是有热了 火热了 还不够 神的祝福怎么样 就要再进一步 产生 莫大的能量 不仅是有热 有能 热能 是吧 热就是热的 是吧 但是能量呢 今天我们可以开车 是吧 因为那些油 是吧 或者电 油或者电 是吧 经过了机系的制造过程 是吧 多少工程师的智慧的结晶 产生了很大的动能 那你才可以走 是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神的祝福 由这个大层次 一路一路收窄 收窄 到呢 神向你 向你呢 他的面光 特别看着你的时候呢 你就会经历到上帝 莫大的能力了 这个就是保罗所经历的 基督徒 门徒 耶稣门徒所经历的 这个就是现在我所要讲 所要传的 所以今天的讯息很重要的 第三 荣光祝福的山德 得什么呢 第一 得神的保护 我们看到神的保护 由天上来保护你 第一得 第二得就是得神的恩赐 神不单保护你 还怎样呢 赐恩给你 你要得到神的恩赐 在神的祝福里面 不单单得到神的保护 得到神的祝福 还要怎样呢 得神的平安 第三得 得神的平安 那么神的平安 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去 所以我们呢 在祝福 有三说有三愿 还有什么呢 善德 就是你要得到神的祝福 不是这么简单 一句话 神祝福你了 祝福就说完了 不是简单的 我们今天看呢 是详细的 看神的祝福 原来神的祝福里面 是包括了神的保护 你有没有得到神的保护 得到神的恩赐 你有没有得到神赐给你的东西 得到神的平安 你有没有得到神赐给你的平安 没有保护 没有恩赐 没有平安 对不起 你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 我们讲解神的祝福的时候 不是很抽象的 不是很空泛的 很实在的 我们要得到神的保护 我们要得到神的恩赐 我们要得到神的恩赐 我们要得到神的平安 很重要 我们继续去看 不是 他说什么呢 就是 你要得到神的祝福 刚才所说的那几件事 你就必须要认识 我现在所说的 荣光祝福的七要素 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原来神的祝福 得到神的祝福 是有条件的 不是 是有讲字的 或者崇拜完了上帝 借着牧师 每一次崇拜完了 牧师祝福祈祷 那我便得到神的祝福 平平安走 我们今天要说的 是你要实实在在的 得到神荣光的祝福 这是荣光的祝福 神的面光光照你 就要特别仰望 他的脸看着你 看着你 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 荣光祝福七要素 刚才说的那些 第一就是神的保护 神怎样保护我呢 有祝福的保护 在神的祝福之下的保护是什么呢 愿神保护 臨到个人 得到神的保护 不够 不够 只要我个人得到保护不够 愿神保护 臨到我家人 我希望我家里的每一个人 都得到神的保护 是吧 就是神的祝福 那范围 不只是臨到我 要臨到我周围的人 特别是家人 然后呢 就要臨到鱗石 是吧 就不得臨到我 就臨到我隔壁 鱗石 我周围的人 同路人 和我们一起经历的人 臨到 教会的弟兄姊妹 臨到我亲戚朋友 我所认识的人 就是神的保护 不可以说只是保护我就算了 我们求神的祝福 荣光的祝福带来的保护 是由我个人到家人到鱗石 到同路人到教会 到我周围的人 是吧 荣光祝福的要素第二点呢 就是神的恩赐 Present 前面呢就是 神的Protection 是吧 现在是神的Present 神的恩赐 我们需要神的恩赐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健康 是吧 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饮食 所以我们用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是吧 遇到我们就免得人的债 所以我们是要 愿神赐给我们 我们生活所需 最基本的 水啦 空气啦 我们天天都有啦 是吧 食物啦 很多地方饥荒 很惨啊 没有食物的 今天我们有食物感恩 因为呢 你有食物的时候 你就在神的祝福里面 你今天有健康呢 就是神的祝福里面 因为你没有食物呢 你营养不够了 你会病啊 所以健康和饮食 是在一起的 是吧 所以在神的祝福之下 我们需要神的恩赐 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刺客我们 是神的祝福来的 在神荣光的祝福里面 不仅仅保护你 而且呢 在旷野里面 神赐马拿 是吧 给他们恩赐 是吧 神有供应他们 生活 生命所需要的食物 今天 我们的健康 我们所需要的饮食 所需要的 神的供应 我们是要在这个 荣光的祝福之下 神的祝福之下 是为我们预备 供应给我们 但是有了这些也不够 我们呢 在神荣光的祝福里面 需要在祝福里面 得到神的智慧 很紧要啦 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大佬啊 给我们的思想啊 给我们的聪明才智 你有智慧 你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在工作里面呢 你会得到你的工价 那你有工价 你可以去买好的食物 是吧 你就会有好的环境啦 你的生活啦 就会改善 你就会有好的健康 所以呢 智慧很紧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知识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有灾祸 灾病 第四呢 就是呢 愿神赐 资源 我不说财富啊 因为你有财富 你可以呢 今天有财富 明天呢 就没有了的 但是你有了智慧 然后跟着呢 你有了神的祝福之下呢 有资源 哈 你是可以能够掌握 人事 和物资 做好管理的时候呢 那你就真的在神的荣光祝福之中啊 人很重要 有人就有财 人财 有人就有事 就人事 所有事情 所有财物 所有财惯 都在乎人 所以人管你不好 人出问题了 所有事情都会出问题的 因为 神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形状 做人嘛 所以人是似神的 所以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好好的做人 好好的跟人相处 好好的建立呢 人财的关系 然后你运用人力资源 这样呢 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神 为你预备了 赐给你的物资 和资源了 这就是荣光祝福里面的 神的恩赐 要赐这几样东西 第三 荣光祝福的要素 就是神的平安 平安真的超过千金 不单单是千金 超过千金 我们需要神的平安是什么呢 是充满我们的心灵 内心有平安 你的思想 心灵 情绪 心理 需要平静 需要平安 然后呢 愿神的平安呢 充满我们的家庭 家庭也有平安 啊 安置里面的女儿嘛 是吧 女人在家里安心呢 就安居了 所以我们的平安呢 就在家中呢 是要去体验的 家中没有平安 人生很痛苦 所以如果 你家里没有平安呢 你要求平安呢 你一定要求神 荣光的祝福 你一定要经历了 神荣光的祝福 愿祂的平安赐给你 神的面光 炼光 光照你 神仰念 看着你 你才会得到平安的 如果神不看你的话呢 眼面不看着你 你没有平安的 你是在黑暗里面的 所以只要在光里面才有平安 你在黑暗里面有没有平安 我们在黑暗里面就害怕了 一停电 哇很害怕了 是吧 我们走路前到看不到前面 看不到路 很害怕了 很害怕了 恐惧是在看不到光的情况之下 但是整个光一光照 哇停电 完了之后 一有电了 哇我们正在平安了 看到东西了 看得清楚了 看不看得通 看通了 看明了 明白了 你就不要害怕 你心中就有平安了 我们叫做特实了 很放心了 所以荣光之下 你有平安 第三 愿祥的平安 充满我们的社群 不只是我 我家 还有我的社区 都要见到光 都要有神的平安 在我们当中 周围都要有平安 我们更加平安 所以耶路撒冷 的意思就是平安的城市 我们要求神的平安 充满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让我们的城市都平安 所以我们要祈祷什么呢 求平安 求这个城市 为这个城市祷告 为我们周围的人群祷告 让他们都得到神荣光祝福的平安 让神的面光 特别看着 不仅仅看着我 还要看着我的家人 看着我的社群 社区 以及看着我们的城市 看着我们的环境 那么你又会得到神荣光祝福 带来的平安 这是第三 在第四 我们要看神的能力 是什么呢 神有保护的能力 在诗篇121篇1到8节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遥动 为什么呢 保护你的必不打盾 他不会睡觉的 保护你的也不打盾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 任备你 神 是保护你 他不会睡觉的 白天 太阳不被不伤你 日头不会被太阳晒伤 夜间月亮 被不害你 夜晚黑月亮又不会害你 所以你很平安的 日夜你都平安的 当然了 我们知道了 你夜晚黑很少被月亮 是伤害的 是吧 日头或者被太阳晒伤 都有可能的 不过一般来说 我们在太阳光之下 和月光之下 不会受伤害 他是私人的 就是用这个形容 是 日头得到神的保护 夜晚也得到神的保护 第七节 夜话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伤害 很重要 我们在神的荣光祝福之下 求神保护我们 按照祂的能力 保护我们 免受一切伤害 祂要保护你的生命 保护我们的生命 不要面对死亡 你出你的日 夜话要保护你 就是我们出日 都得到平安 得到神的保护 从今时到永远 哎呀 真是非常好的一篇诗篇 121篇 你们应该将这篇诗篇 表起来 挂在家的门口 挂在家的墙上 我们要有神保护的能力 第二 神有拯救的能力 在荣光祝福之下 神是保护你 和祂会拯救你 祂教你脱离一切灾难 第三 神有医治的能力 就算我们遇到灾病 上帝 祂会医治我们 祂有能力医治我们 第四 神有改变的能力 神可以将水变成酒 甚至叫死人回生 所以我们要对神有坚定的信心 去相信 在神荣光的祝福之下 神有能力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一切 改变我们的环境 改变我们的经济 改变我们的生活 是吧 甚至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性格 改变周围的一切事情 如何改变 又不好改变好 又恶改变善 是吧 由灾祸改变祝福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是吧 我们要信仰进入到神的荣光 的祝福里面 让上帝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 使我们看到 神是一个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 改变我们的困难问题 灾祸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就是我们的信心 荣光祝福的要素 第五点 就是我们需要向神祈祷 你有条件 祝福不是只有一个讲字 荣光祝福要临到你身上 让你体验得到 神的能力要彰显出来 是吧 你需要向神祝福 为什么祝福那么重要 第一 我们必须要借着祝福来领受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是要伸手 你要领受的 这个手是什么 一个祈祷的手 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接受神的祝福 是一个祈祷的心来接受的 然后呢 你需要如何呢 接受祝福来持守神的祝福 所以你要有一个祈祷的手 这个祈祷手是什么呢 不住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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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罗所说的 要不住祝福 为什么要不住祈祷呢 免得我们的祝福流失了 你拿到祝福之后 你要祈祷才持足 你持守祝福 然后呢 不要让祝福留走了 然后祝福怎么样 继续持守持守持守 持足持足持足下去 延续延续下去 是不是 所以需要祈祷的 用祷告来接受 领受 然后呢 用祈祷怎么样 来持守 所以要不住祈祷 以住怎么样 祂不会流走 不会流失 第六呢 那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流失呢 我们说 神是因为荣光的祝福 这样好的祝福 又有能力 有保护 有拯救 有改变 有医治 那也好 那也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说 为什么有事呢 不是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问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祈祷疏 多分之后 为什么呢 流失 为什么会有流失呢 为什么会消失了 会消失了 好像现在的人 打疫苗 打一下 疫苗快要无效了 就是这样的 当然神的祝福 不能用疫苗来形容 差很远 疫苗只是暂时的 不是永久的 神的祝福 不是暂时的 但是呢 神的祝福怎么样呢 你需要有一个条件 是要制作祷告 制作什么呢 制作防卫 防备 才可以持守到这个祝福 让这个祝福 不要走 不要流走 为什么会流走呢 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 是魔鬼在那里 怎么样 在那里24小说 是要靠着你 所以我们要防备那些恶者 所以我们首先 防备我们自己犯罪侵蚀 罗马帝为什么灭亡啊 腐败啊 淫荡啊 是的 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问题啊 内变内战啊 自己打自己啊 耶稣都说了 一国智商纷争 哪国必赞立不住的 所以魔鬼撒旦怎么样 他借着我们呢 是自商纷争 令到我们怎么样呢 犯罪 用试探来引诱我们呢 跌倒 当你一犯罪的时候 一有试探的时候 你又进入了怎么样 被这个罪案侵蚀了 就好像那些细菌 进入了食物里面之后呢 整个食物怎么样 本来是很好 很美味的 很好吃的 因为有细菌进来之后呢 就坏了 坏了 坏了 不能吃了 臭了 有毒了 吃了会中毒的了 是因为釀酒 有很多人吃 几个饭喝了都喝了 死了 为什么 那些东西变质了 变成毒素了 变坏了 是吧 又有新闻说 又有冰箱里面 拿出来的东西 就放太久了 大家吃 全家都死了 都中毒了 吃错东西了 为什么 因为有罪恶侵蚀 你罪恶哪里来 从魔鬼撒但 放下去的 令到我们受了试探之后 我们就犯罪 我们一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软弱了 跌倒 神的荣光的祝福 就流失了 穿了洞 是吧 就是一个 酒袋 酒囊 是吧 穿了洞 你走 全部都走了 非法了 所以我们要防备恶者 所以诗篇是2239篇 23 24节 这真是很好的 下一篇诗篇 神啊 求你监测我 知道我的心思 撕裂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上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会有 引到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 以前我们 背这句 就唱诗歌 神啊 求你 监测我 知道我的心事 是连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我肯没有 有 人 到我 就 永生的 到 路 你尝尝这样唱 唱 就防备我们 不要有恶念 得罪上帝 用祈祷的心 来持守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 要防备 precaution 防备 罪恶的侵食 第二 要防备魔鬼的暗战 二分所书怎么说 此外又拿着信心 作疼牌 这个疼牌 是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原来 魔鬼撒旦 常常都射箭 射毒箭 那些箭有勾的 射了你之后 就拿两绳来扯你 所以我们要防备魔鬼的暗战 将我们的祝福奪走 好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 第七就是预防意外 预防什么意外 我们要预防 因为犯罪而导致的意外 耶稣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试探周围都是 刚才也说了 如果我们有罪的话 跌在试探里面 我们就会让神的祝福 荣光的祝福流失了 所以我们要防备 因为我们的罪和试探 而导致有意外会发生 很多时候那些人 为什么会发生意外 他要犯罪 他贪 贪就变成贫治了 因为贪就造成意外 第二就是我们要防备 罪犯而来的意外 不是犯罪 是罪犯 因为很多恶者 那些罪犯 在魔鬼的隐诱之下 或者利用之下 他们到处犯法 到处犯案 所以我们要防备 我们要预防 要小心 所以耶稣教我们祈祷 教我们脱离恐恶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是会被那些恶者 埋伏的 捕住的 当治安不好的时候 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更加要提高警觉 要预防周围的罪犯 他可能会带来意外 好像你开车 你好一点 是守交通规则的 但是那些罪犯 他是抢劫 是吧 飞车 超速 闯红灯 那你走着的时候 他会遇到你了 意外就发生了 那不是你的错 是他的罪 是吧 他是犯罪的 他是犯案的 但是他就因为犯罪的缘故 就把意外带给你了 那你就会遇到意外了 所以我们要慎防这些恶者 第三 我们必须要 预防人为的疏失 而导致意外 是吧 好像那些人在厨房 是吧 煮东西 炒东西 看到蟑螂 拿撒虫劑 噴蟑螂 结果爆炸了 是吧 因为那些 撒虫水 和那些火 一点起来 就会爆炸的 是吧 现在那些清潔劑 清潔劑在车里面 一直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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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得太多 一开车 着车的时候 爆炸 但是又有 烧到人受伤的意外 为什么 人为疏失 所以我们要看新闻 要多些搜集一些知识 增广我们的智慧 增广我们的智慧 因为俄西亚书四章六节 说 我的民因无知识 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弃弃掉你 所以我们需要 搜集很多常识 很多知识 为什么 为了预防 因为人为的疏失 要导致意外 有时自己不知道 或者人家不知道 他造成意外 结果 你一齐受灾殃 但是 最后 我们没有办法 预防 因为神的旨意 而藏魔鬼来的意外 谁啊 就是约伯 约伯记一章十二节 以我说 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 都在你手中 此事不可 伸手加害于他 于是 撒旦素爷说 面前退去 可以看到 所有事情 我们都可以预防 我们都应该预防 我们都要防备 但是 最后 我们都要说 虽然有神的祝福 有神明的祝福 你又祈祷了 你又领受了 但是我们都会再问 为什么还会有灾祸呢 或者 疾病 或者有 苦难呢 那我要排除所有 个人的罪 试探 人为的错 所有的事情 我们全部排除完之后 都是有的话 我们可以有解释 就是欲伯的苦难 就是这个 在神的许可之下 有神隐藏的旨意 容许撒旦来攻击我们 以至于我们有意外 有灾祸 但是呢 这意外灾祸之后呢 上帝会有 加倍的祝福 有更多的祝福 是临到你的 所以 为而受逼拔的人 就是你是为了神的缘故 你现在无论在公司 或者在工作 或者是在人群当中 你受到逼拔了 受到苦难了 受到灾祸了 你不要灾祸 不要难过 不要问为什么 是不是 神荣光的祝福 在我身上消失 不是 是什么 是神将荣光的祝福 是什么 暂时呢 为你存留 为了什么 你经历了苦难患难之后 上帝要加倍的 就加回给你 你也是会得到 上帝最终要赐给你的 荣光的祝福 就好像约白一样 所以有了约白的经历之后 我们再来看神荣光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就一目了然 我们全部都明白了 所以 如果不是神所许可的 神是 用弱撒但来攻击我 使我们 经历一些苦难和灾祸的话 其他所有 和撒但无关 和上帝的旨意 神不是要加给你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 我们无知了 我们疏忽了 我们犯罪了 我们在试探当中了 还有呢 我们不认识 神荣光的祝福了 不知道这七个步骤了 还有我们信心不够了 怀疑上帝了 我们自己刮的洞 在洞里面 吓到死了 或者我们被魔鬼撒大欺骗了 骗我们了 遮掘了上帝的光了 所以魔鬼撒大是一个气球来的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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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到很大 吓死你 但是一个针一吹吹吹吹了 他经不起上帝的实体针去吹吹吹 所以整个话语整个道 是一刀两刃的剑 可以将魔鬼撒大的诡计和骗局 大话全部刺穿的 所以你知道真理真道之后 你就明白了 上帝的荣光 上帝的祝福 是要大而有大 多而有多 是要谈到在你身上 所以我希望 我成为神的忠心的门徒 将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福音的真光的祝福 神荣耀的祝福 第一你需要得到神的保护 第二在神的祝福之下 你得到神的恩赐 第三在祝福之下 神得到神的平安 第四 神的能力在神的荣光 和祝福之下 令你真是经历到神的保护 神的恩赐和平安 然后你需要不住的祝福 不单单借着祝福接受神的祝福 还要持守 持足神在你身上的祝福 不要用祝福 轻易流走 所以你需要防备恶者 要周围的小心 审慎 预防撒但 魔鬼 将神的祝福 偷走 压走 最后 你要预防意外 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 小心我们的生活 行为 思想 意念 还有 要防备 恶者 和魔鬼 对你的攻击 最后 我们要 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 憑着信心仰望神的时候 你就会真真正正的一生经历 神荣光祝福的人生了 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们低头祈祷 天会上帝 如你借着这篇信息 让所有听到的人 都明白认识 上帝的荣光祝福 看这个祝福是多么伟大 多么实在 愿你借着这篇信息 让我们个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所认识的人 所接触到的人 都能够经历道神 荣光祝福 我们这样诚心合议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 我的信息就到这一说 愿上帝赐福给你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要崇拜 现在是我们家事报告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 第一样 新一年的Avana 将在9月19日开始 每周下午2点半到4点半 在网上举行 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31号之前 报名就有10元的优惠 只需有75元就可以了 请大家同意Aster去查询 第二 鼎子妹有什么需要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是353-419 第三 就是奉献方面 如果鼎子妹要奉献的话 可以将你的支票寄来教会 教会地址是1108 Highland Avenue Dewati ZIP Code是91010 或者上网来查询 如何网上奉献 感谢神 我们上周网上和支票收到的总额 是4795元 最后环球圣经公会有免费的 圣经专题讲座 全球系列第五 最后两场 8月20到8月27 在我们的西岸时间7点钟举行 主题就是新常态下的生命重整 有赖建国博士 黎慧康博士 谢燕博士 请大家查询网站 和海报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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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星市团在9月11日 星期六晚7点半到9点3 在罗省华人波岛会 举行全食敬拜祈祷会 是粤语的 主题就是重新出发 就是要报名 人数有限300位 请大家上网上去登记 或者打电话去查询 好了 那我们今天报告就到这一说 愿上帝此复彼尼 请大家订阅 请大家订阅